喝了很健康 啊 我不干净了 他会爆啊 不录了就这样吧 周深在社交平台 晒出了一段吃播视频 没想到的是 他一会儿干呕流泪 一会儿又连连白手大喊 不录了不录了 周深这到底是吃了什么 对不起 果然不愧是周深 挑战的都是一些 赫赫有名的美食 尝试了白花蛇草水后 周深就不由自主地流泪 之后周深又尝试了黑蒜 甜到怀疑人生的汤圆 尝试了这些黑暗美食后 周深觉得蛇草水 没那么呛口了 没想到的是 这期吃播居然还有下棋 让周深奔跑着喊救命啊 还称它为 人类永远不可以靠近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美食呢 有网友猜测 应该是飞鱼罐头 他没有骗人 真的会 现在我的嘴里 有蛇草的水的那个酸味和他的臭味 我现在整个嘴巴就酸臭了 你尝试过最离谱的黑暗料理是什么 了解周深的友友们都知道周深看似人间大清醒 其实却是一个十分糊涂的猫猫 经常因为头脑不清醒闹出不少笑话 所以网友们经常调侃 周深有找不到兜 找不到路 两大技能 前阵子参加TMEA音乐盛典 周深在现场找不到唱片口的片段 又成为了经典名场面 从此周深新多了一个新技能 就是找不到唱片口 这一期就来盘点周深找不到路的经典名场面吧 青春环游记节目中 周深扬笛 两个人叫别人起床 两个人一边商量 一边进入房间 刚进门还在纳闷 怎么没人的扬笛 绝对没想到 这是周深的房间 周深这波迷惑行为 真是不得不服 如果周深不戴眼镜 认不出来是自己的衣服的话 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要被周深的迷失记忆力笑死 周深在活动门现场分不清方向 迷路已是正常现象 表演结束 日常倒腾着双腿 在对与错的方向之间来回试探 在某次活动中 周深与朗朗下台时还很优雅 接下来周深就走错了方向 下一秒朗朗直接一个回手套 给周深拽到了正确方向 周深那个姿势真的是要被笑风 周深与朗朗的一位露吃界的扛把子 无论到哪儿 倒腾双腿找方向的周深 绝对是他的附加节目内容 总之我会继续努力成为你们的骄傲 让我继续为你们唱歌吧 爱悄悄来临的时候 这是天刚好黑了 自是无声声又声 如果要我开口 只能说一句话 让我成为你的有可能 我会继续努力成为你